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天气比昨天还要来得更加的稳定 最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边延伸 来带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今天我们是在高压的边缘影响之下 天气比昨天来得稳定一些 虽然云量还是有点偏多 也还是有一些是给午后热对流发展 那么接下来的话 明天太平洋高压还会再更强 所以天气还会再比今天更加的稳定炎热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 炎热的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六之前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的把握 但是天气就是比较热一点 餐区还是要注意有局部的午后雷战雨 那么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南方的这个阳面上 目前这边仍然是一个 比较偏向低压带的地方 那么也相当的适合有热带扰动的生成发展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未来还是有些机会发展起来 像在这个礼拜天 到下个礼拜的初期的时候 就有可能有一些热带扰动生成的一个机会 甚至像在这个时期生成的一些扰动 或是低压的系统 北上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提醒大家 要特别的来留意 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目前看起来 礼拜六之前都还算是稳定 但是礼拜天开始 到下个礼拜的初期 不只是南方有一些系统 甚至西南风雨会增强 有一些水气会上来 所以礼拜天开始的天气 可能会就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未来几天有一些重要规划的话 随时注意天气的最新的状况 那么北部的温度 大致上就是恢复成比较炎热的天气 中午高温就可以回来到这个 34 35度的低温大概是在27度左右 那么在南部的这个温度的话 也都是偏热一些 大概是31到34度 低温大概是在28度左右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未来四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礼拜六之前 大致上就是山区 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在礼拜天的时候 是预报到我们的台湾东半部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显著的降雨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变动性 最主要就是 第一个如果我说南方有比较具体的低下深层 并且接近我们台湾东部海面 对我们台湾造成带来偏东风的话 或是明显的东风水气的话 东半部才会有比较显著的降雨 所以大家先不要太过于担心 但是礼拜天开始之后 水气确实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未来几天还是要持续观察 整个天气的变化 尤其礼拜天开始之后 大家有一些重要活动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外几天的这个天气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这个震雨 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在我们南部外岛 还有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的震雨 那么明天各地天气 会比今天来得更加稳定 其实全台湾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山区 还是有一些午后的这个雷震雨 另外就是空气品质 因为明天是吹着有点偏东风 西半部都是被封测 局部地区这个扩散条件 不是很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桃树苗附近 在我们的台南高雄 屏東这附近可能空气品质 是有可能达到对敏感族群 不健康的橘色的提醒等级 所以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来看一下几个重点 明天的话就是太平洋高压 逐渐往前面延伸笼罩 所以天气是晴昂稳定炎热 但是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 午后雷震雨 另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南边的日来阳面 未来的这个扰动的发展 礼拜天到下个礼拜的初期 水气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多一些